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和留下造就圣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都是讲这个属灵恩赐相关的内容 但今节主要是跟那些组长去讲 因为可能组长已经准备了一份测验 让大家去查一下你属于哪一种属灵恩赐等等的情况 但就提醒一下组长 在做测验之前, 首先不用让他们知道 究竟这些恩赐是什么解释, 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了他们的主观判断 而且会产生了一些偏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假设他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 但他其实本身是没有音乐恩赐的 然后他自己就因为他自己喜好的缘故 就可能不停地去填那些音乐的恩赐 但其实跟他的恩赐都可能没什么关系的 第二就是做这些测验 其实有些恩赐的测验 可能还要给其他不同的朋友 或者是组员 在客观的第三身的角度 帮他填写一份熟灵测验的表格 就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用来评估他本人是否都有这种的恩赐 以及他潜在还有什么恩赐 当然了, 有不同的熟灵恩赐的测验 亦都有不同的熟灵恩赐测验的结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跟那些组长说 做测验之前可以不用看 不用给那些组员看 因此是什么意思 是他们做完测验之后 再去看和他们解释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今节就先说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